古人为何热衷养家绩?他们的种种绝火,梁家女子没有,在古代,战争也时常爆发,很多统治者为了抢夺土地,就招兵打仗,所以相对于现在来说,男子是比较少的,很多大家族为了振兴自己家族,实行的都是一副多妻制度,有钱人家有几个妻妾是很普通的事情,但除了这些外,还有很多人会养家绩,一个男人可以拥有三妻四妾, 而部分有权有势的男人,除了三妻四妾之外,还要在家里养一些家绩,为什么这些妇人有很多妻妾,还要养妻呢?欢迎收看本宫霸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,家绩这种产物,史书最早记载于春秋时期,诗人魏将殷和荣之公,被进到宫赏了八名女乐,两汉时,私家续养的女乐被划为家绩性质,但还不是很盛行, 到了魏锦南北朝,私家续绩之风开始盛行,这点在许多史料中随处可见,如东晋时,谢安在东山续绩每出游,第一女纪从洛阳巨富十虫的家中,养着文明侠尔的名纪祥凤姑娘和绿珠姑娘,远离繁华都市的冰州刺史刘昆,都深受此风薰染,家中续绩若干。 在他败亡后,这些家绩流落各处,直到东晋环温北伐,意外接触到一位灵巧的老婢女,一问方知人家以前是刘昆的家绩,萧良时,续绩之风更甚, 替如曹景宗旧季械之数百,穷极锦绣,到了隋唐时,这种风尚达到鼎盛,替如宇文树后方季械百余人, 周浩家技术诗人,郭子仪宅中有十样歌姬,白巨翼续续续无数,而且每三年换一茬,他还将自己最得意的家绩写入诗中,耳熟能详的诗句樱桃梵粟口, 杨柳小蛮腰中的梵粟和小蛮就是他续养的歌舞剂。 即使到了宋代,续绩之风稍减,但在官僚市大幅阶层,这仍旧是一种风尚,譬如东高杂禄中有载,王定国领外归,出歌姬劝东托酒,托作定风波子,并许曰定国根明柔奴,姓宇文氏,这位歌姬便是王家家绩,此外,还有一间志中所载,观察使张渊,绍兴中为江东副总管,居建康, 每一高价往都城买美妾,猎物二十人,从记载所所述的歌舞精妙来看,这二十位美妾,当是家绩,虽然说元明时期,此风已经衰落,但是家绩却没有彻底灭绝,直到清朝,少数富贵丰雅人家仍能寻得家绩的踪迹,由此可知,家绩这种产物,在中国古代存在了两千多年,而且一度成为风尚,可是,在一些史料中, 我们可以看到,续养家绩是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的,经济成本自不用说,还有情绪成本,有的甚至付出政治成本,那就是丢官问罪,最严重的还丢了小命, 譬如,送书中有载,饭业为了续迹,不惜耗尽家中财物,只为打造一个与家绩匹配的环境,而其父母兄弟却穷困不堪,家乐器俯丸,并结真丽,寄谢一生事,母指入丹相,子弟东吾辈,叔父丹不易, 其经济成本之巨可见一般,又如三国时,夏侯茂在都督关中时,也为多续记写他的妻子清和公主,便与其不和,家庭关系不和谐,自然对个人的情绪精神造成负面影响, 尤其这个妻子还是公主,而下面这个麻烦更大,在男史中,既有一位叫王许的官员,也为为之续记,被人伸了一本,最后不仅官职被罢免,还失去了人身自由,吃了十年的劳饭,许为少府卿, 是为灯黄门廊,不得处女记,须与摄生校尉殷玄之作出纪免官,近过十年,相对于被丢官坐牢,那些因续养家记,而丢掉小命的代价就更大了, 南朝刘宋时,急汉子为萧会开设宴,期间一名女乐自容记忆出众,被萧会开看上了,想要用自己四个家记来换,却被急汉子拒绝了, 萧会开一怒之下,也顾不得就情,将急汉子给斩了,收了那位女乐, 此外,还有世人最熟悉的巨父石虫,齐家记绿珠燕名远阳,被一位叫孙秀的人所觊觎, 石虫失事后,孙秀使人来求绿珠,石虫叫出家技术识人任其挑选,独独不愿交出绿珠,最后孙秀一怒, 窜夺赵王司马伦把他杀了,凡此种种,不胜美举,可见续绩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多,而且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, 而另一面,家记毕竟是剑籍,不同于妻妾,一般情况下,家记是不被当作妻妾使用的, 他们不生孩子,终日就是吹他拉唱,琴棋书画,而所费资金却是最多, 如有野石仔,周光禄家记略并用的是郁金油,敷面用的是龙霄粉,染衣用的是陈香粉, 再将生育持家视为女性最大价值的古代,续养佳妓这种行为,无论怎么看,都觉得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, 那么,古人为何还热衷于续养佳妓呢? 其实,那是因为佳妓的一些绝火,是其他两家女子没有的, 她们所产生的一些价值,也是其他女子不可能做到的, 在许多朝代,续养佳妓是特权,只有达到某个阶层才能这么做, 譬如前文我们所说的王许,就是因为没达到续绩的资格而私自续绩,被人申掉官位, 此外,每个品级有规定的续绩数量,譬如唐忠宗室三品以上听由女阅一部, 五品以上女阅不过三人,如此,佳妓的数目就侧面反映了主人的品级, 但凡资格足够,谁不想显巴显巴呢? 所以在唐宋时,说某人如何贵重,只需要说他家的佳妓就够了, 如要说宁王李曼贵胜,就说他宠妓术时皆决一上色。 而在王伟所作的《洛阳女儿行》中, 用于表现富贵娇奢的第一项就是佳妓狂夫富贵在青春, 一起娇奢俱纪伦,佳妓们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, 各个身怀记忆,功歌善舞, 这群女孩除了为主人表演助兴,基本就是养在金罐子里, 这足以说明这个主人的财力, 很多时候佳妓甚至成为了这些人转让。 赠送的财富,如唐朝礼身就曾赠送佳妓给刘雨昕, 而刘雨昕曾经被人强势夺走过的色衣双绝的宠妓, 佳妓的主要职责是为家主提供文化娱乐及精神享受, 即便他们貌不惊人,也必须怀有记忆, 若有克制,便换出于克, 这些佳妓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也呈现主人的审美品位, 之所以能带来这种价值, 当然是因为这些佳妓人人身怀绝技, 有绝火,要么会直升皇, 要么扇抹琵琶, 要么能信手舞, 要么可随意各, 试想,在那个时代, 正经人家谁会教自家女儿学弄这些, 唯有出身卑贱的娼妓, 岳户阶层罢了, 不然也只是自幼被买进高门大户的小家女子, 请人教习, 总之这些记忆绝火, 是这些主人的妻妾多不具备的, 需要说的是, 除了能创造以上价值, 很多佳妓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, 佳妓当然还是以记忆于家主为主, 可是不乏一些家主对佳妓的美色无法抵挡, 由此让佳妓怀了孕, 向南骑士, 一位叫做张规的富豪妓妾营房, 游子十余人, 这些生子的佳妓, 通常会被注入佳妓作为小介, 不过, 很多佳妓虽然生育, 但是因为生的是女儿, 所以孩子大多会被送人, 佳妓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提高, 这也是最令人心寒的, 清除著名散文家李渔, 家中就有一个戏班, 也为调教的好, 所以多得富贵之家青睐, 这一群佳妓经常就随他出入富贵之家, 他也以此盈利, 虽然很多时候, 佳妓的地位处于婢和妾之间, 但终归是贱级, 性质与婢女无二, 他们没有人格可言, 家主可对他们随意打骂甚至杀害, 所以将佳妓当作婢女使婚, 并不奇怪, 南朝陈时, 成岭喜家的佳妓是不能游手好闲的, 他们除了需要的时候娱乐家主, 余下时间需要仿计妓妓无游手, 并读之仿计, 譬如南朝时的张坏年过七十还妓妓营巫, 有人看不过去, 讥讽他这么老还续迹, 张老头却说, 我年轻时只知道听音律, 现在才知道这几人的好处啊, 这辈子没啥追求了, 就只有这点爱好了还不成, 还有宋朝一个叫做范德如的家伙, 老了老了患上了失眠的毛病, 只有睡前叫来两个佳妓弹奏琵琶和古征, 才能入睡, 以上就是关于古人续养佳妓的一些小知识了, 总体来说, 续养佳妓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, 而续养佳妓不仅可以为他们带来面子, 如体现地位财富, 文化审美还能带来李子如生儿育女, 为奴作弊, 如此就难怪那么多人想要续集了, 然而家伎的命运充满了悲哀, 他们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教育, 拥有一时的荣光和地位, 但终究是他人财产的一部分, 他们的一生往往不是自己所能控制, 即便是才华横溢, 也难逃被利用和交换的命运, 家伎的存在既是古代社会文化繁荣的见证, 也是女性地位低下和人权缺失的反应, 家伎制度的消亡, 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对女性权益认识的提高, 在现代社会, 我们无法完全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, 但通过对家伎现象的探讨, 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, 家伎作为历史的一部分, 他们的故事值得被铭记, 不仅因为他们在艺术和文化上的贡献, 更因为他们的经历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进步, 古代富贵人家养家祭, 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, 更是深受当时社会文化, 经济和政治环境影响的结果, 家伎的存在揭示了古代社会的多重面貌, 从文化艺术的繁荣到复杂的人际关系, 从权力斗争到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, 尽管家祭的命运都是悲剧, 但他们的故事和历史价值, 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反思古代社会的重要视角。